林心寬已經會 現在到了中間 作用T1直籃聯盟狀元林心寬 以及榜眼高警衛的台平雲豹 在20號舉行新秀加盟簽約旅事 來自華蓮萬榮建秦村的太魯閣族人 與大學習日的對手林心寬成為隊友 也令各界相當期待 兩位選手擦出的火花 我們大學都是來自不同的學校 然後我們可能在自主這一部分 就是我可以帶著心寬 可能心寬其他部分可以帶著我 我覺得是一個比喻 就是互相幫助 然後當然是希望能夠一起成長 其實之前也有在白隊一起 就是同隊過 那我覺得其實我們兩個 在場上的默契 或者是一些攻守的溝通 那些其實都做得滿好的 所以我也滿期待開季之後 我們在場上的表現 而高度自律的高警衛 從小開始打籃球 背後少不了奶奶 花蓮縣家福中心 以及各界的支持 雖然奶奶以離世無法見證這一切 但有一位長期陪伴高警衛的叔叔 特地從花蓮帶上一碗豬腳 讓九九回家一次的警衛 嘗到假的溫暖 吃完要講心得喔 他真的很好 什麼事情都不用我擔心 甚至於到現在都不用我擔心 那今天他有熱誠 就說真的很為他開心 那我也放下了一個心 然而成為職業球員除了有親友的支持 接下來如何與球隊敬禮信任關係 共創未來 就要看合約怎麼定 第一個就是遵從T1聯盟對於新修的合約 基本上是保障兩年起跳 情緒跟新花我們是希望重點栽培 我們還有就是複數合約的選擇權 我們也希望可以給他們很多的基地獎金 也是我第一次簽到比較多特殊的部署的 但我自己個人覺得非常開心 他們願意這樣提 基地獎金內容包含獎項 上場時間 得分等細節 可以看出兩位球員帶著自信 相信能獲得總教練的派遣 另外高警委正備戰7月底的世界大學運動會 對此台北雲豹營運長言行書表示 不只期待兩位新秀在球隊裡有好的表現 未來幾年也期許能為中華隊取得夾擊 元首長達斯卡哇台北施採訪報導